那个就是note那个可能要给他关掉 对你要给他关掉 对这个很嚼老的 其他就没有其他就是video 他们进来video一定要关 就是这个就可以 小秦昨天进来有好几个开开 现在他们有人进来了吗 已经有74个在排队了 可以差不多了 差不多可以进来5分钟了 可以让他们进 我们简单祷告吧 我们简单 做一个祷告一下 我们简单祷告 为双方节祷告 那我来吧 这个天父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下午这个时间 呈现在这样一堂专题讲座里面 把你的真道 真的是给这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求祝你高摩分发节的口 真的是加添他的力量 让他下午可以讲得清楚明白 听众可以听到心里面 真的是生命愿意被改变 我们也把我们一起服侍的诸位同工 交道在主你的恩手之中 带领我们一起在下午这个时间来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那我就给打开了 可以 打开吧 我怎么不 不对呀 抱歉 我可能得重新输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东西不动 我那个擅船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我怎么回事我就觉得我的可以了我刚才就动不了 可以了 好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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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进到专题三会场的弟兄姐妹 请耐心等候 保持安静 也请你为这一场专题讲座来祷告 谢谢 好像还是不对 谢谢 可以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带领大家来到这一场专题 参与傅芬华姊妹的抑郁之多少 这样一场专题讲座 为了帮助大家可以顺利的参与这个专题 我们的同工团队会协助我们的同工团队会协助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的技术问题 请通过聊天通过聊天的功能联系我们也会在讲座的后面安排提问的时间 请把你的问题 请把你的问题通过通过聊天的功能 在这里提醒 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这里提醒大家 请把你的问题呢 但是在提问的时间非常的短暂 另外关于听讲座呢 我们也有一点提醒 可能很多人呢 是为了自己所关心的亲友 可以得到帮助来这个专题 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 很感恩啊 你能有这样的爱心 但是自己来认真听这些真理和应用 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了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 下面我介绍一下 这个讲座专题的讲员 傅芬华姐妹 傅芬华姐妹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本科毕业 90年来美国留学 随即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 93年蒙照进神学院 获得圣经辅导硕士学位 过去20多年 一直为美团事工 实体教会 2013年底开始负责生命记刊发起的QQ自杀群 网络福音事工 现在已经扩大为新生命热线 网络圣经辅导事工 他与先生一起在教会侍奉 育有两个子女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 傅芬华姐妹 好 大家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讲座 我们就是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抑郁的 这个议题有更多的了解 知道如何能够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身边的亲友 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恩主我们把今天我们的分享从头到目了都交在你自己的手中 主你自己亲自在这里掌管一切 主啊你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 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更多的来关注我们周围肢体 或者是那些慕道的朋友的需要 主啊真是这一遇现在这个议题是这个世纪 可以说是人数暴展是非常经常要遇到的一个问题 主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从你那里受爱 也能够用这样的爱去爱你 爱我们身边这些受到这些抑郁困扰的肢体 和朋友的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谢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啊很高兴好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有个分享 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就来讨论这个抑郁的这个问题 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或者你们自己可能就在这些抑郁的困境中在挣扎 我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一个讨论 能够帮助你们能够知道抑郁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然后怎么样去帮助 自己能够胜过抑郁也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 那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好 抑郁值多少 我们我们这个有那个新生命乐线 我们有二维码 请大家待会也可以打 就是你们今天讲的东西都是一些皮毛 可以说只是一点到为止 因为时间很有限 但是呢你们可以到我们的新生命乐线关注 新生命乐线可以看我们里头有很多 这方面的讲到这方面议题的文章 还有音频啊什么的 就解答他们问题的 我们先来讲一下抑郁值多少 我们就先看一下什么是抑郁症 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抑郁 如何辅导有抑郁的弟兄姐妹来胜过抑郁 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陪伴他们 我想我就可以从这几个议题来看 抑郁是什么 什么是抑郁症 抑郁可以说它的痛苦 就是形容那个抑郁的痛苦 抑郁痛苦如地狱之出场 抑郁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可以说它是对人类可怕结局的一个觉醒 是看穿人类在日观之下 寻找不到人生意义的绝望 人如果活在一个没有神 没有盼望 没有福音的处境里头 其实应该抑郁 如果他不抑郁 要么是处于神的灵敏 真的是神的灵敏 要么是处于上帝的任凭 因为很多人可能他没有什么抑郁 对这个没有神 没有福音 没有盼望 他没有知觉 他就麻麻木木地过了他的一生 甚至可能他很快乐地过了一生 顺顺利利下地狱 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 所以其实抑郁可以说 从一个角度来说 是处于神的灵敏 因为很多的人因着抑郁 我们接触大量的 我们过去辅导的这个人 却因为抑郁 他们来寻找神 他们来看 就是来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希望得到那个盼望 当他们寻找到神 遇到神 找到永恒的盼望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面对 他现在这个抑郁 这样的一个痛苦的处境 因为抑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但是我们在讲到抑郁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就用抑郁症 抑郁症 那个就是一个病症 这样的一个标签 但是这个标签可以说是 现在这一百多年来 就是心理学发展的一个产物 就是很多东西都给你贴上 标签了 就是它是根据怎么样 各种精神症状 情绪的那种不同程度的表现 来归类总结 就好像放在一个官谱里头 是一个系列的官谱 那你是在这个官谱中间 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中间 那你就是正常的 如果你是在这两边 或者是在两边跳 那你就属于非正常的 那就是它就好像在一个官谱系列里头 给你这样排序 然后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硬性的生物指标 它基本上是根据 在诊断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根据 所谓的患者的制数 它比如说 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它很容易疲劳 没有愉快感 自我评价过低 悲观失望 感到孤立无援 甚至有想死 自杀的冲动 也有持育减退 很自罪感很强 自责 睡眠 障碍 各样的情况 但是这些列出的状态 这种症状不一定都存在 有些人抑郁 并不是所有的这些症状 但至少要有两三个以上 而且持续至少两个礼拜以上 其实两礼拜是短的 这个是属于急性的 但是你如何判断 这个所谓的这个抑郁症状 达到病态程度呢 一般会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就是他们制数自己 就是痛苦难耐 非常痛苦 就我跟你说 因为抑郁的痛苦 确确实是非常的痛苦 像低欲出场 以后他的什么 而且这种症状 就是明显的影响 他的工作和生活 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 他会自我封闭 这种跟人隔绝 他好像在一个玻璃里头 他看得到外面 但是别人却触摸不了 他的心灵 他里头很痛苦 以后而且这种持续时间 如果是真是变态的那种 持续时间至少三个月到半年以上 而且一般来说 就是说这种标准满足一条 应该就属于比较变态的 那个症状了 所以我们讲到 首先要特别的指出 就是抑郁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也被称为是心灵的癌症 地狱的出场 他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这么说 就是难以形象的痛苦 所以有一个抑郁的 有一个经过很多抑郁的 他就画画 就像有点像漫画那样 把那个他的那个心理的那种反应 漫画下来 就是一个人就是好像在那个 你知道那个我们讲 有个形容词叫做井致富 就一个人就是真的是在那个井里头 被捆得牢牢的 就像动荡不得这样子 然后有现在各种的悲观 各种痛苦的情绪里头 非常负面的情绪 自罪啊 各样的情绪里头 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出来 就是好像在一个地狱的深坑 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洞里头 一直往下坠那种感觉 就坠落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种痛苦 所以说我说是非常难以形容的痛苦 我知道你们中间 很多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姐妹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来到教会的 也有一些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困扰 那我首先要对这些 深信这个抑郁困扰的弟兄姐妹 我要为你们非常的感恩 因为我知道在经历这些困扰的很多弟兄姐妹 也因此 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痛苦 而且从主里头得到安慰 也因此对这个人群就特别的有负担 特别的愿意 就是借着他们依靠主胜过抑郁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一个痛苦的 得到安慰的这个经历 他愿意靠着主 也去帮助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群 去关注这个人群 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今天很多来听的 有些弟兄姐妹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一群弟兄姐妹 我为你们特别的感恩 可以说抑郁的成因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现在心理学是把抑郁规划到精神病 精神病的病类 这个疾病类 但是其实抑郁的成因 其实包括精神方面的 也包括物质身体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基督知道 人是有两个组成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物质身体的部分 上帝用尘土造人 另外是一个灰物质身体的部分 就是灵魂的部分 是上帝将灵赐给人 对吧 向人的鼻孔吹气 所以抑郁的成因里头 有一部分是身体的原因 有一部分是灵性的原因造成的 有的时候是混合的 但是我们从我辅导的这么多年 我观察的 就是抑郁后面的根本的原因 可以说是从灵性到身体的失序造成的 就是人堕落以后 人的身体到灵性完全的失序 就造成了这个抑郁 所以抑郁的成因 就是包括身体方面的原因 比如身体的疾病 心灵方面原因有几个 我今天会来讲一个 一个是罪的原因 灵界的征战 还有苦难的试炼 我会从这三方面来讲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身体的原因 我们知道人的身心灵是一体的 而且是互相影响的 身体会影响我们的心灵 其实你一个小小的感冒 我就知道就会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你的很不舒服 身体可能有发烧的症状 可能有各样的炎症 可能有各样的 我们叫sinus effect 就是很多的鼻涕 眼泪流 会让你这一周里头难受 甚至就会情绪很负面 很低落 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出来 可能让你困扰一周 所以身体是会大大影响我们心灵的 这也是主为什么对门徒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暖落了 身体健康会极大的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比如就是极大的影响一个人的情绪 所以让人毁秘不准 所以我们看 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 我们的人的灵魂 我们的人的灵魂是主导的 人的灵魂更会极大的影响身体 所以真元书就告诉我们怎么样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而且特别的就是强调 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所以你的心灵是这样主导的 当你有一个喜乐的心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良药会使你什么 就是会使你的身体各方面都 那个都能够健壮 即使你的身体是衰强的 即使是这样 但是你不会把你的关注力 换在你的身体上 而是真的是心灵一天一天的强壮 而且能够 仍然在无论什么处境里头 你都非常喜乐 非常有平安 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 所以诗篇诗人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强 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对付我们肉体暖落的方式 是总要进行祷告 就是教导我们 主教导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用心灵来主导我们身体 这也是小秦姊妹多次讲的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相关 因为我们的情绪也好 我们身体甚至我们身体的病痛 有的时候都是因为情绪 因为情绪 负面的情绪 因为心灵的那个枯干而导致的 所以即便是身体的原因 影响 开始可能那是身体的原因 影响了你有抑郁 负面的情绪 但是持续的抑郁 一直没有走出来 可能跟你的心灵也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 互动的那个模式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身体有疾病 所以一般我辅导 有抑郁的人群的时候 我都会要求他们 首先去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身体检查 因为如果你身体有疾病 有长期处于一些 压轻宽的状态 常常是会容易导致抑郁的 所以抑郁其中一个成因 就是从身体来的 是身体疾病造成的 比如我们知道说 一个比较 就是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 其中有一个 比如内分泌的紊乱 常常人在有三个时期 是很容易陷入抑郁的 比如青春期 长后 就是长后 还有就更年期 因为这三个时期 都是人体那个 荷蒙变化很大的时期 这是一个方面 比如你的甲状腺功能紊乱 我就有甲状甲低 严重甲低 所以我需要补充一些药物 来平衡我的甲状腺的分泌 内分泌 还有一些慢性病 比如心脏病 糖尿病 这些疾病都有可能引起抑郁 那也有一部分 我知道是可能有遗传病 遗传病的因素导致的 比如有一些新天性的心脏病 还有糖尿病是有遗传的 高血压 这个都是有遗传 甚至有些癌症 这种内分泌紊乱的这种 就是甲状性这种的遗传也蛮多的 我知道我辅导的一个姊妹 她就是属于两级 她是属于紊乱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那她的舅舅是这样 她舅舅就是这样的 她舅舅因此就自杀了 因为就两级就自杀了 她妈妈也是常年卧船的 所以她这个家族是有遗传的 然后到她这就非常严重 她儿子后来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是这种内分泌 这种线上性 这种分泌紊乱造成的 可能有家族史 那还有一些是药物 就是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 比如你心脏病 心脏病的一些药物 是有这个附着用的 她的附着用之一 就可能导致抑郁 我就知道 明天我讲到 那个玉环之沙 我讲到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牧师 他就是心脏病 因为药物更换了 新的一个药物进来 他没有注意 然后就引起抑郁到很严重 而且就自杀 正好他手上有枪 他就自杀了 像这种情形的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我们预先知道 所以如果你是身体的原因 造成的抑郁 无论是脑神经受损 然后是肾上腺分泌 混乱 甲状腺分泌 心脏病 这种 就是说你要找到 这个确切的疾病的因素 然后针对这些疾病 对症下药 或者说你有些药物需要更换 比如心脏病 如果那个药物会引起 他抑郁什么的 那可能需要跟医生来谈 要更换他那些药物 就要查明这个病因 才能对症下药 像我辅导那个 那个姊妹 他有两级的 然后他查明是 他的这个甲状性分泌的时候 然后他就把他的 用那个换色线点 把他的甲状性 就是杀了 杀死 因为他那个乱来 然后就用药物来调节 他的情绪就平稳很多 情绪平稳很多 那如果是身体的原因 导致的这种抑郁 就要使用一些药物 辅导的时候 所以我一般会建议 他们去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身体检查 因为你只有找到 身体疾病这方面的致因 才能够对症效药 所以如果是 因为身体疾病导致的 药物的使用 是有效果的 就是针对你这个药 比如你是 调节你的加砖腺 内分泌 这种 这个药物是对你会有帮助的 或者你身体里头 有一些缺失我后面会讲 你营养平衡 增加一些东西 是会对你有极大的帮助 但我今天我会把更多的时间 是换在由心灵原因导致的抑郁 因为身体导致的抑郁 你只要检查身体 你只要对症效药 你只要会帮助你很大 至少是 但是大多数 大多数我们所辅导的对象 是因为心灵的原因 可能刚开始是身体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用罪性的反应 去反应的话 或者自己犯罪 或者他人犯罪 即使我们身体有疾病 有一些也是犯罪导致的 所以无论是自己犯罪 或他人犯罪 对他人犯罪的这种罪性的反应 比如不饶恕苦毒 各方面的这种 也会导致抑郁 所以这个是罪的原因 还有一些是灵界的征战 很多不信主的 他有被鬼附 被鬼附的这种问题 那信主的肢体 已经信主了 我们相信是不会被鬼附 但是也常常会受到 邪灵的攻击和嚼牢 那还有就是什么 苦难的试炼 我们知道圣经有整本书 有一部书就是讲这个约伯记 就是讲到约伯 虽然他是行为上 他是一个义人 但是他却受到苦难的试炼 所以当我们在讲到 抑郁这个成因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区分 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 或者说哪个都有 那首先我们讲到罪 讲到罪的这个成因 那特别是讲到 那个鬼附或邪灵的攻击 这一方面 我提一下 就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已经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不是挂名的基督徒 因为我知道教会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 有一些文化基督徒 有一些遗传的基督徒 因为家人信主 他就来教会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 像这一类人 教会还蛮多的 语言书讲到 还有一些是败子 就是麦子败子的比喻 所以像这种的人 而且特别他在教会的 他容易 反而更容易受到邪灵的攻击 因为邪灵的目标就是要毁坏 就要杀害破坏 用恐惧 吓主人 然后不让人信主 拦主人信主 然后或者攻击教会 拆毁教会 所以在教会里头 你会看到有一些 这种被鬼附的这些人 反而可能有的时候更常看到 那这个是真实的 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我们无论你愿意不愿意 无论你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 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场里头 我们在一个看不见的灵界的战场里头 魔鬼常常在跟 来夺取人的灵魂 所以圣经上讲 他是四处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鬼附是真实的存在的 被邪灵攻击也是残有的事 而且这种 如果是真的是被鬼附 我有专门有一篇 怎么样去区分鬼附跟邪灵 有一篇文章 你可以去新生命乐线那边去找 怎么去区分 那鬼附 而且就是说很多人他 我辅导的其中有一个姊妹 他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 他被鬼附过 那他对这个鬼附 对他的身体身心灵造成的那个伤害 那个损害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即使他后来信主 但是他常常会落在暖露里 他常常怀疑他自己的救恩 常常还是会受到控告 受到各样的欺骗 常常还是有魔鬼的声音上他说话 让他觉得他是被他掌控的 而不是已经脱离他掌控的 所以他常常还是会相信这些谓言 而且这种都会导致他身体受损 会导致这种抑郁 甚至造反 这种两极都有 所以真正的灵魂 我们灵魂真正得整就会示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福音里头我们才可以在主里头 我们才能够得示范 我们要清楚知道 其中抑郁也是魔鬼残用来攻击我们的一个手段 就我刚才讲到我辅导的那个姊妹 他虽然他信主了 但是他残年的抑郁 那罪的原因 我们知道我们自从亚当萨瓦堕落以后 我们能怎么样 与生俱来就带着罪行 带着扭曲的价值观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所处的处境里头也是什么 不断的挤压我们 要把我们魔造成灭完之子的样式 所以我们清楚要知道这一点 这个世界魔鬼正在千欢百计 要把我们挤压 魔造成灭完之子的样式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即使说我们信主了 但是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仍然是非常扭曲的 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被神来彻底更新翻转的话 我们仍然会常常落在罪的捆绑当中 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和世俗的价值观的包围之下 我们无论你愿意不愿意 你都在邪灵黑暗势力不断的搅扰攻击之下 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战场里头 所以我们需要靠主神才能得胜 我刚才讲到即使是身体的原因 也可能是人的罪倒成的 比如人的作息混乱 跟人可能看重工作和成就 为追求属世成功 而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有极大的关系 人的暴饮暴食 有各种成瘾 我们各有各样的罪瘾 吸音甚至酗酒甚至吸毒 各样的这种电子游戏成瘾 天天都不睡觉 这种 就是这些都跟人的贪欲和败自我偶像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出状况 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 要求我们在生活秩序各方面 做出一定的改变和调整 我刚才讲到抑郁可以说 背后就是人心灵跟身体失序造成 就是我们失去了那个秩序 神当初照我们应该有的生活的规律 作息健康的饮食 所有这些东西运动 这些劳作和流满面 这种都是对我们就是一个保护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身体的方面 我们各方面做些都粉乱的时候 就会造成这种失序 就会导致抑郁 所以很多人在问他 基督徒是不是仍然会抑郁 要告诉你基督徒仍然会抑郁 因为人从生以后仍然有很多的 我们只要在地上 我们仍然是嘴唇不洁的人 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众 我们仍然有自己的有很多的失欲 就有的罪性和伤观 这些都可能导致抑郁 人心是意念没有被神被主完全夺回 活在有罪的世界也会产生抑郁 但是我们要清楚 当我们去关怀这些已经信主的肢体 他们落在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暖络中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轻易给他们定罪 我刚才讲到因为这个抑郁有可能有各样的原因 有可能另外其中一个原因是受到邪灵的脚牢跟攻击 苦难的试炼 所以我们需要怀着极大的灵敏来帮助扶持 这些暖络的肢体 不做跨越伤害的辅导 所以约伯记可以说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不要做约伯的那三个朋友 不要随意给他们定罪 我们知道不单是圣经的约伯记 其实在教会历史里头有好多 很著名的 我知道世不珍 世不珍他就是常年受到抑郁的困难 他常年受到抑郁的困难 那个我还知道有另外的有一个诗歌的作者 就是很有名的 他也是 他是常年 他不是抑郁 他是其他方面的精神的困扰 精神疾病的困扰 所以能重生后 仍然还是因为有失欲 有就有的罪性和三观会导致抑郁 我们仍然活在这个驱使败坏的肉体里头 充满是罪的世界里头 我们仍然带着有各样的扭曲 我们的价值观 就生命带来的扭曲 我们的意志理性 还有我们的情感 都有很多这种罪的烙烟 我们就是三观没有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 过去的那些惯性的思维 我们习惯性的养成了一些罪性的生活模式 这些旧生命带来的旧有的东西 都有可能导致抑郁 我们心思意念没有被主完全夺回 我们就还会受这些罪的扭曲的 旧的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面对各样的罪的试探和诱惑 我们在今世里头生活 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暖弱 其中就包括抑郁 我们完全的得书 得医治 就是全能的医治 一定是在永恒里头 记着 所以有些肢体 可能你一辈子都在与抑郁这个赤共存 就像保罗他身上的那根赤 神没有挪去 虽然他祷告三次 但是神没有跟他 把他那根赤挪去 但是神应许他恩典够用 所以我们也许一辈子 我们都在跟这个抑郁在征战 但是神应许我们恩典够用 我们一直强调就是 基督徒抑郁 不要轻易给他们定罪 我们需要 当我们面对基督徒 如果我们身边的肢体 有抑郁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认为 就一定定他 你就是因为小心 因为你就是 或者你信错了 这个是一种偏见 我们要小心 我们需要对这个群体 带着极大的灵敏 我们需要能够进到 他的痛苦里头 与他们哀哭的人同哀哭 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我们需要真的是 给他们肩膀 让他们可以在你肩头上哭泣 如果需要的话 你们就是如果面对这个群体的时候 你们特别的要小心 因为这个群体的肢体 他们是治罪很强的 他们常常自己给自己定罪 他们自己有很多的挫败感 很多的那种 他们常常怀疑自己的救恩 他们常常担心 他们不得救 他们常常就是一点点什么事情 就怀疑 我又做了什么事情 是不可饶恕的事情 所以他们治罪 自我定罪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对这群肢体的时候 我们对他们需要怀着极大的灵敏 而且耐心 慢慢的归正 虽然他们这些观念也是错误的 但是你需要慢慢的去归正他们 其实圣经许多的经文 都论及抑郁和很多严重焦虑的 成因后果和应对的一些方法 虽然圣经没有论及每一个成因和后果 也没有论及每一个 每一种治疗的措施 但是我们从后面会看到 在帮助经历抑郁和焦虑之苦的基督徒时 圣经扮领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 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主得医治 我们需要依靠神来胜过 我们也能够从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苦难 从这样的苦难里头得到益处 我们生活习惯 可能会有一个重整 我们整个的生活秩序都有一个重整 在服药方面 我们也要特别的谨慎 我想我就从这几个方面我会特别讲到 因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在经历这个极生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相信我们需要确信神的恩典够用 我们可以依靠神出胜过 我们可以在苦难中得益处 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在人看来的危机 成为一个转机来重整我们的生活 借助一切的那些不良的生活的恶习 特别在服药方面 我们也知道 我特别也要强调一下 药物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如果你是身体的原因导致的 你需要服药 我不是反对服药 其实很多时候人对圣经辅导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以为圣经辅导就是拒绝服药 不是的 如果你是身体的原因 你是需要一些药物来帮助你 但是我们在用药方面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因为今天我看到 特别在国内 在美国也一样 有很多过分诊断 就是过分治疗的状况 不但是抑郁 像比如小孩子那个什么ATHD 什么ADD 什么之类的 就是给他们药物 其实都是一种 不是根据 因为孩子很多都在他还没有 情绪不能稳定的时候 他这种问题都会存在的 慢慢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度过这个 但是很多时候就随便给他们下药 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现象 今天我们看到很普及这个现象 首先我们看好 我们怎么样来靠神圣果 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 上帝是造物主 他创造人的身体和灵魂 而且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 我们人是以灵性为主导的 上帝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 他也可以医治救赎 苏醒我们的灵魂 依靠主 我们就能够得胜抑郁 因为主应许我们恩典够用 圣灵内住 他可以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应该相信主的时候 我们接受救恩的那一刻 我们圣灵就应许我们内住到里面 他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一切罪的捆绑 能够胜过魔鬼撒旦 得胜魔鬼撒旦 十分黑暗的这种邪恶的势力 圣灵在我们里面也给我们力量 得胜我们身体的一些暖落 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住在抑郁的景况里头 我们或者说 你在帮助这些 落在抑郁景况里头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转大 属灵生命的成熟 对繁殖抑郁和治疗抑郁有极大的帮助 正如保罗所说的 只要我们还在地上 我们的认知就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他说我们对着剑子看看 是模糊不清的 约伯对上帝的认识也是这样 你看到约伯 他最后他说什么 他在经历苦难以后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从前是封闻有你 现在是亲眼看见你 所以我们对 就是说 我们无论我们是因为 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抑郁 就是求主要帮助我们怎么样 借着这样的苦难 一次一次的不断看见上帝 直至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 我们虽然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模糊 但是借着上帝给我们这些处境 包括抑郁各样的苦难 各样的磨练 各样的处境 他要把我们带来 带进更深的跟他的交通里头 更深的在主里头 当我们抑郁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绝望的时候 当我们跟外面的处境 好像似乎完全隔离的时候 我们好像在一个玻璃的房子里头 无论我怎么挣扎 我可以看见外面的人说话 但是别人 他的任何的帮助 好像都没有办法 达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处在一个困境里头 好像挣扎 出不去的时候 神为我们开了一个通天的路 保罗说我们世面受困 世面受困 但是我们被打倒 即使是打倒了 我们也不自觉忘 对吧 我们当然可以站立 因为神为我们开了一个通天的路 主耶稣就是那个道路 可以通往永恒的路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似乎看不到出入 但是神为我们开了出入 所以我们要精心 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些经历 这些苦难 能够一次一次的 不断看见上帝 不断的越来越认识他 不断的越来越清晰的看见他 直到我们见他的面那一天 首先我们来看 怎么样能够靠足圣果 有几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做的 首先我们需要反省 如果我们无论是抑郁 还是身体的疾病 我们需要去反省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反省 就是我们需要在足里头来反省 我们需要认罪回馆得示范 很多时候我知道有抑郁的肢体 他怎么 他认罪是很快 他有时候看到他有问题 看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但是他确实不是在足里头的 因为在足里头是有盼望的 在足里头是要你得示范的 因为在福音里头 耶稣已经为你担负了一切的罪债 所以我们要认罪 但是我们需要在施加面前认罪 我们需要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罪一次 我们就要仰望十字架 十次 我们需要在足里头 在基督的台前来认罪 然后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灵敏 相信他的恩典功用 相信他的宝血可以接近我们 相信他可以从罪中彻底的释放 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而且我们需要在足里头能够得这样的释放 因为主的应许 主的恩典是远远大过我们的罪 第二个是我们不要让过去的伤害 继续的伤害我们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对付的是 我们内心的那些苦毒和怨恨 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去劳恕 然后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的护照 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然后神对我的护照在哪里 来选求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首先我们看 我们怎么样来认罪悔改 我刚才讲到 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关照 不是自己 不是以人本的方式来自行 而是从圣灵的关照我们 因为人的比如佛教徒他也认罪 可是那个认罪怎么样 只是让他更绝望 他或者就变得更麻木 他就断开什么七情六欲 就变成一个麻木的人 并不是我们要的 上帝要我们不是不要有情感 而是要归正我们 他要归正我们的 他要让我们的意志彻底降服在你 上帝面前 他让我们的理性被归正 不是高抬理性 也不是贬低理性 让我们的理性被归正 让我们的情感 也是扭曲的情感 能够也是归正 爱神所爱 恨恶神所恨恶的 爱神所爱的 所以抑郁 我们虽然知道说 抑郁不都是罪带来的 但是有些确实是 因为罪引起的 所以唯有靠着主 唯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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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怎么有外面的声音 所以确实因权 唯有靠着主 靠着祷告 靠着神的力量 才能克服各种的罪影 使我们从罪的捆绑 和抑郁中得示范 我们不要 不要让过去的伤害 持续的伤害我们 我们需要拒绝 三线心理学的一些 原生家庭 这个决定论 我们今天 我们知道很多的肢体 他们受世俗 心理学影响非常大 我们要知道 世俗心理学是建立在 人本无神进化的根基上 他的根基是错误的 然后他解决 这些很多人灵性 一些精神的问题 他都是要绕过十字架 他都是绕过十字架 他是在传另外一个福音 就是让你觉得 你可以靠自己 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很错误的 而他的 所以他使用的一些方法 推荐用的一些理论 都是建立在这样的 一些根基上 是非常错谬的 比如他 讲原生家庭决定论 所以当他发现 我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情绪的问题 有意义的问题 有焦虑的问题 有各样 甚至成瘾的问题 我都是去找 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父母给我的伤害 所以有一个孩子 那个 甚至来美国留学的 那个回去的 十几年不跟父母共同 他认为 他的问题 他的很多的情绪的问题也好 他自己人生中 一切的不顺 都是因为他父母造成的 都是父母害的 所以就拒绝跟父母沟通了 我们要 基督徒要特别的警惕 这些错谬的教导 这些教导不会帮助我们 反而会对我们造成 更进一步的伤害 不可否认和原生家庭 是会对我们造成影响 但他不是决定的因素 父母 如果你对你的孩子 你觉得你负救感 我知道有父母 因为孩子出现问题 他们就有极大的负救感 就觉得是因为他的罪造成了 但是我要在这边特别讲到 父母的罪确实会影响子孙 但是如果你信靠主 这个代代相传的罪的捆锁和咒诅 就会从你这一代人这边断开 我们需要三信神 完全可以断开这些罪的锁链和咒诅 所以做父母的 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柄 来决定你儿女一生 如果你在培养儿女上犯了罪 需要悔改 需要认罪 需要求神 劳恕赦免你 你也要请求你儿女的劳恕 把儿女带到神面前 为他们迫切祷告 当他们有一天遇见主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会被彻底翻转 原生家庭不会决定他一生 儿女也是 如果你是做儿女的 如果你认为是你的父母造成的 我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抱怨 而是靠着主 用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你的过去 如果我们基督徒还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影响里头 还在抱怨父母 说明怎么样 我们 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主里头 就是主耶稣讲的 圣经讲的什么 我们信主的那一天什么 就是一过 天都变成新的了 说明我们仍然没有摆脱 我们就有生活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需要去断开 不要让过去持续的来伤害我们 我们需要学习在主里不断的更新自己 以旧换新 就像那个串世纪那边 约瑟 昨天那个 小秦有讲到约瑟 约瑟怎么样 他被卖 17岁就被哥哥们出卖 卖到埃及为母 然后在埃及 他也受到了祖母的诬陷 他的一生可以说有十几年的观音 都在这样的一个被弟兄出卖 被人陷害 作戒 这种被人拒绝 被人欺凌 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头 但是他确实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他自己的遭遇 所以当他哥哥们 当他们父亲过世 他哥哥害怕 约瑟会恶待他们 会不劳恕的时候 来找他 请求劳恕的时候 约瑟对他说什么 你们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上帝呢 从前你们的意识是要害我 但是上帝的意识原是好的 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观景 他从用属神的眼光来看他的遭遇 他知道人的意识可能是恶的 他哥哥的人的意识肯定是要害他 是要伤害他 但是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 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掌管之中 上帝在一切之上展现 他所有的经历都是神的容许可下给他的 都是要造就他 都是要让他成为什么 约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 最后是要拯救以色列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需要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我们过去 我们过去所有的经历 都是为了我们现在或将来的遗处 都是为了我们现在或将来的遗处 让我们在现在过去的那些经历 在神的手中 万事互相效力 在神的手中宽转以后 怎么样 就成为神的赐福 不单是祝福我们 也祝福我们身边 我们所有的人 就好像我们经历苦难 我们得到安慰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他 我们需要学习用爱的记忆 来替代伤害的记忆 我们需要学习 把靠着主和很久忍耐 积极地去创造这些爱的记忆 把我们的过去彻底换下 不再纪念别人的恶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饶恕 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饶恕 我有专门有一篇文章 你们可以去看 我们人是很容易记住 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的 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 人家做一百件事情 九十九件可能对你是有 是对我有利的 但是做了一件特别伤害我的事 我可能不会记得那九十九件 我老记着那一件伤害我的事 而且是越亲近的人 我越信任的人 我越爱的人 他如果做了那一件伤害我的事 虽然他做了很多 超过九十九件的好事 但是有一件伤害我 我就会一直记着 这个就是人的罪性和自我中心 造成的我们的记忆这样的有选择性 我们特别容易把伤害 生埋化叫成为心里的毒根 砸在心中 我们很难劳恕人 我们无法不去纪念人的恶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主耶稣 才能够去劳恕对方 我们需要学习 像神怎么样看待我们 神是怎么劳恕我们的 他不会忘记我们做的任何的恶 是吧 因为他不可能忘记 但是他说什么 他说东离西有多远 他就让罪离我们有多远 神是透过主耶稣来看我们 来接纳我们 神是透过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透过主耶稣去 劳恕他的 这样定罪 审判的主权交还给神 因为我有神可以定罪 审判这个人 当他这个人患罪 他伤害我 他其实伤害最后面的 是伤害到神 能咒骂我 恨我 甚至伤害我 他后面他伤害的是神的形象和样式 他得罪的是神 最终得罪的是神 所以神会追逃 如果那个人悔改 那个人接受救恩 那个人就得到老数 如果那个人拒绝悔改 如果那个人拒绝相信神 将来神要审判 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个权柄交给他 然后我们相信上帝的追逃 我们相信上帝比我更有 更公义 更慈爱 他也更有能力追逃 而且我们怎么样 从我们这个角度就是 我们需要学习什么 领受神对我们的赦罪 领受神对我们的救恩 领受神对我们的爱 然后我们可以 也把这样的一个 老数爱赦免 包容给对方 所以但是我们需要记着 一些老数的方法 那篇文章会你们可以去看 可以有更详细 就是说我们还有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老数 但我们会用错误的方法 上帝要我们怎么样 要替代 用替代的方法 我们要常常默想主的时下 默想主的爱 用神的爱 神的话语替代 苦毒和怨恨 我们如果想要忘记A 就要用B替代 你不是告诉自己 我要忘记A 我要忘记A 那忘记不了 那会变成强迫症 让我更记着 所以有些人说 我要老数 所以他每天到神面前去 祷告说 主啊 你让我老数 某某人 他在某年某月 做了某些伤害我的事 你如果每天这样祷告的话 你每天都在提醒自己 那个人在某年某月 做了哪一件伤害你的时候 那你更忘记不掉 所以真正的忘记 真正的老数 是你从例子 从我要老数的那一天开始 我告诉自己 我像神 像人 像我自己 甚至像我自己 都不再提说这件事 不再 重复 去讲这件事 我们把这一股脑 都交给神 求神来帮助我们 来 来老数 我们需要积极地 悬找人生的意义 荣耀神 是我们人生的 首要的目的 你记着 这个是 魏斯敏诗 小药里 问答的第一问 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首要目的 就是要荣耀神 以他为乐 并且一生 并且一知道永远 荣耀神是我们人生 一生的首要目的 这就是上帝 就是呼吁我们的人生的意义 我们需要与神 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造在 人是被造在关系里头 我们需要爱 我们需要跟我们生命的源头 临结 也跟人来临结 虽然人堕落以后 我们跟神 跟人的关系 遭到很多的破坏 就是跟神的关系断绝 跟人的关系 有很多的疏离和隔离 让福音能够彻底来更新我们 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盼望 主耶稣的宝血 可以除去人一切的罪 使人与神和好 也破除人与人之间 阻隔的墙 圣灵重生 便赐人清洁的心心 从主而来的舍弃的爱和老树 可以持续 人心中一切的苦毒和怨恨 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 这样抑郁的肢体 尾身在教会 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自我 一定要走出去 要依靠主祷告 迫切地祷告 并求教会的肢体一起带导 我们需要不断地在苦难中 我们来反省自己属灵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真正地 从我们的受苦中得益处 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精力 都是让我们能够 借此这样的机会 来还醒我们的人生 思考人生 来让我们更多地认识神 我们需要 在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 都发生一个巨大的欢转 和一个改变 我们生活习惯 有一个大量的改善 就是重整我们的生命 因为很多身体性的因素 因素导致的疾病 就是给你的长期的 作息混乱 缺化锻炼 甚至一些极端损害 身体健康的恶因 罪因恶习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要断绝这些东西 那我们身体就能够恢复 在规律 我们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 均衡的饮食 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今天 这个大自然遭到很多的破坏 从大洪水 人类堕落以后 这个大自然遭受很大的破坏 我们现在很多的食物 营养很多都遭到破坏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 就人也在不断地退化 所以很多的机能受损 我们的消化 酶缺失 我们消化功能减弱 营养缺失这些 所以你可能需要补充一些 维生素之类的这种营养素 我知道抑郁的话 如果你的睡眠不好的话 比如像那个 富含那个EPA的 那个止环栓的 还有DHA这种止环栓的鱼油 亚麻籽油都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 减缓这种抑郁 能够调节我们的生物中 日晒 阳光是非常非常好的 阳光有治愈的功效 所以你的眼睛 如果能够见那个两三个小时 每天能够见光的话 会大大的改善你的抑郁 然后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善 就是你所有 今天很多受到电灯发明 是有好处 但是什么让很多人怯悦不明 还有电子产品 今天很多电子产品 都对我们睡眠有很大的交流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 一定要关闭这些东西 甚至也可能会买一些东西来 辅助自己睡眠 比如塞啊 眼罩之类的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入睡 但是培养锻炼身体 培养各样的兴趣爱好 这个会极大的 使人的身体 处在愉悦的状态 一个健康的状态 也能够帮助你 记着喜乐的心思 医治白体的燃药 所以你有良好的兴趣爱好 会对你很大的帮助 一定要禁忌一切不良的恶习 我们有 我有专门一篇文章 叫有抑郁教育的人 饮食作息 要注意一些什么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看 就是我们要禁忌一切的 不良的恶习 我再次提醒大家 药物一定要谨慎 现在太多这种 滥用药物的情形 特别中国人 我们真的是 我们西药认为 哇 副作用很大 所以我们就 吃大量的所谓的中药 其实是要三分毒 药物 特别是 如果只是精神类的药物 除非你有 它有三人害己的行为 我是不建议用药的 如果是精神方面导致的 不是身体的原因 我不建议用药 药真的是靠主 不要浮乱下药 但是如果你已经用药 你一定要谨慎 不可随意停药 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沟通 严格尊医主 特别是精神类的药物 它是跟毒品很像的 跟酒精类似 它会抑制你的情绪 让你暂时安静 让你强烈的情绪 波动被压制下去 它会让你暂时盲目 失为减缓 让你不那么亢奋 但是它这些 只是会控制你外表的一些增转 但是它的副作用跟毒品差不多 一旦你用了以后 它就会有 抗药性 耐药性 所以今天很多那种 随便根据你说说 说说话 就给你随便下诊断 然后就随便给你开药 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 我知道国内这种情形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就常常会提醒他们 你一定要减身用药 不要随意用药 而且这种残其服药以后 会对身体机能和各方面 都造成很大的破坏 但是你如果已经用药 你也不要随便停药 因为你要停药的话 会其中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会自杀 因为那个戒断环 因为让他痛苦 让他受不了 很容易自杀 所以我这个要特别谨慎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肢体 有这样的亲友 你不要随便就跟他说 你停药 一定要跟医生配合 要在一个安全的处境 要停药 也要在一个安全的处境里头 停药 所以我的那个 有一篇文章 我跟小秦姊妹一起写的 就是警方精神类药物 中药保健品的滥用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查看 好 如果你是帮助者 就是我再两分钟讲一下 就是你如何成为帮助者 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 就是我们需要怀着极大的灵敏 对这一群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迫切为他祷告 用爱心温柔去挽回 如果他们真的是患罪导致的话 我们需要用爱心温柔去挽回 要与他们同哭同爱上 不要随便定罪 要给他们传讲纯正的福音 这个是他们很多 他们的信仰都有偏差 很多这样有抑郁的 很多是有偏差 所以你要跟他传讲纯正的福音 让他们确信 他们是真正的信主 真正的信主 悔改信主 然后耐心的等候 求圣灵来帮助来引导 如果你对这些落在抑郁 苦难中的朋友或肢体有自担 迫切为他们祷告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 就是我们跟我们 加入我们 然后接受一些培训 然后也许能够帮助 就是我们需要真的是 效法主耶稣 道成肉身 见到这些 就是主怎么样 进到我们的痛苦里头 他怎么样灵敏我 他怎么样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爱 我们要学习效法 能够进到他人的痛苦里头 给他们恩典 给他们爱 给他们灵敏 不要随便去定罪论断 但是我们要极力地去挽回他们 去帮助他们 去扶持他们 好好的陪伴他们 这个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很多时候不是一年两年 有的时候甚至是多年的陪伴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为他们真的是更多的好好祷告 非常的耐心地去陪伴这样的肢体 因为只有圣灵才是那 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自己要等候神的工作 不要凭着血气去做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因为圣灵才是那个真正的辅导者 我们不过是陪伴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后面的时间 给大家有提问 我们新生命热线有很多文章 很多微信的文章 请大家可以看 我已经把这个新生命热线的最后一张的 有二维码的放在上面 弟兄姐妹可以扫码 可以加入我们的新生命热线 下面我们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来请讲员解答一下 请我们的童工把问题放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就不能都回答 我们从前往后 刚才这边讲到有一些 我讲到的就是 就是属于那种 他们你们认为的是 就是病态的就一定要吃药 有些药物是可以改善症状 但是我不反对 如果很痛苦 你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但是我在想到 我们怎么样靠着主来胜过 我们怎么样靠着主能够 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度过这个抑郁 能够胜过这个抑郁 至少是跟这个抑郁能够共存 就好像一根刺 上帝在保罗 抑郁可能是成为我们身上的一根刺 神不会挪去 或者至少短时间不会挪去 但是神的恩典够用 我们现在请讲员回答几个问题 好 请讲 第一个问题 在没有条件获得专业辅导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可以有效的用圣经 合乎圣经真理的自己辅导自己 可以的 但是可能会是比较困难 是因为一般落在抑郁中的人 他们就是说很困难 不是说不可以 我知道有一个弟兄 他抑郁非常严重 二十多年 他有自杀 而且强烈的自杀几项 他就大量的读圣经 然后看一些圣经读导的书籍 他原来也挣扎很久 他都没办法 但是后来就是透过这种学习 最后他自己走出来的 他现在其实还辅导他人 他自己也成立一个辅导圈 他还在跟这个抑郁挣扎有时候 但是他现在还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抑郁的痛苦 他现在还在帮助他 所以是可以 好的 谢谢 这个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回答一下 因为这个不可能特别详细的回答 这个我们先把每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几个我觉得不错的问题 我们给一点提示 有一个问题很好 就是说请问辅导抑郁者 如何防止自己被拉进这个抑郁的黑洞 就辅导者自己抑郁了 是的 我们我所有的同工 所以我们同工 我们进到我们这个自杀抑郁权辅导的同工 我都要给他们有一些培训 其中一个提醒 就是我常要给他们的 就是我们也不要做上帝 我们不是他人的救赎主 所以我辅导抑郁者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上帝才是那个真正的辅导者 我们不过是陪伴的人 所以我们不为这个人 我明天会讲自杀的那个 我们不为这个人的生命负责 只有他自己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神也在他的生命中掌权 你要相信这个 所以只有这样的情形下 你才会全然的释放 就是你的心里头不会有 怎么说 你不会被 你不会被这种 好像我做了什么 或我要说什么 我要怎么样 我就可以改变这个人的这种 当你这样的话 你往往怎么样 你自己就变得很焦虑 当你没有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 当你看不到 陪伴了很多年 你看不到很好的 很多的火效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样 你自己就dry out 你自己就burn out 因为你好像觉得你用尽的方法 他都没有什么改善 你就被拉他拉进去 所以我们自己要很谨慎的是 我们不是靠自己去辅导的 我们一定要靠着神 而且要等候神的时间 那个结果在神手中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辅导员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成为上帝爱的流通的管道 我们成为上帝恩怨安慰人 辅助人 警戒人的出口 就是神福音的出口 神恩养的出口 所以我们只要做这 忠心又良善的做这两个 而且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陪伴的过程里头 我们需要不断的到神那去领受恩典 因为在陪伴任何人 不单是这个抑郁的这些人 我们在我们周围跟弟兄姐妹 任何的交流里头 任何的关系里头 上帝都在这中间掌权 我们需要让上帝在我们关系里头掌权 然后我们需要同德 生命的造就 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的造就 所以任何人在我身边的人 我们都要看到是神把他摆在我身边 让我的生命首先得造就 我的生命首先得改变 我才可以有爱 有平安 有喜乐 有这样生命的这种 被神更新改变的生命的流露 才能够去影响改变他人的生命 被神使用影响改变他人的生命 不是我有能力去改变他人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拉了黑洞里头 好的 这个后面还有很多 非常好的问题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能够再回答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把你的问题都记下来了 我们会等到福音大会结束以后 我们讲员会一一的来回应 我们的同工也把微信群的二维码 刚才已经发到聊天的这个记录里面了 你可以看到 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下一堂的时候 我们还会继续把这些二维码放上去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去扫描 然后大家扫描的时候 现在还有 我们需要帮助的人非常的多 问题也很多的慢 我们交错给主 请僧华姐为大家祷告 好 天后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恩主 我们谢谢你 为着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会场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不在实体的相见 但是在网络中 主啊 我相信是你圣灵的代理 恩主 你自己的圣灵 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 主啊 你自己把这些真理 能够从神来话语的安慰 盼望 福音带我们的这些盼望 能够生扎在我们心里头 当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主我们可以仰望你 我们可以依靠你 我们相信你 能够在我们身上 做那更新改变的工作 做那翻展的工作 如果我们有在抑郁中 挣扎的肢体 恩主 你这时候就在他们心里 做医治的工作 安慰的工作 拯救的工作 主 谢谢你 主我们今天 在中间 如果我们有亲友 有这样的问题的 主啊 求你也是 继续的带领他们 主啊 让他们知道怎么样 从哪里寻求这样的帮助 来帮助他们身边的人 主啊 求你的爱充满他们 求你的灵充满他们 主啊 让他们真实带着属灵的能力 属灵的爱 从你而来的爱 去关怀 他身边需要的肢体 这样的感谢 祷告 是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这个谢谢父母和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可以这个 如果你半个小时以后 要收听其他的专场 你可以退出 并且转到其他的专场 如果你想要半个小时以后 继续在这里来听 周小琴姐妹的讲座 那么你前几半个小时以后 再回来 谢谢大家 小琴已经出来了 我们两个的讲座 有一些overlay的东西 刚才讲到原生家庭 我反对的是原生家庭决定论 我不是反对说原生家庭 没有影响 我们原生家庭 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否则就不会 圣经不会让我们怎么样 要讲大量的怎么样 父母要怎么样交养儿女 我们其实父母交养儿女 有大量这种信息 肯定是对我们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父母 一定要从小把孩子带在主里 但是我们只是反对他那个决定的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去影响我们孩子的生活 而且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可以断开 我们都要退出去吗 退出去吗 还是说 不必退出去了 就继续是这个是吧 好像 如果是 问一下技术同工 那个是这样吗 我们是继续留在这里吗 还是要加入一个新的 因为否则你这个路的怎么停下来 好像你关了才能停是吧 对 要停 关了才重新进路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就是 就是 后面有半个小时 我不知道怎么样 对 还是 按照那个大会同工的建议 我们就 应该是关掉 对 关掉 好好 关掉以后再重新进入 我们先关掉吧